今天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近期将运抵菲律宾 对此向中国政府的帮助表达感谢 24号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 介绍了新冠疫苗的最新进展 菲律宾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2月22号正式批准 给予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洛克介绍称 科兴疫苗已在全球多个国家投入使用 科兴疫苗的到来将给菲律宾的抗议局面带来希望 感谢中国政府雪中送叛 我愿意表达首席的感谢 据介绍中方正在积极协调争取尽早将疫苗运抵菲律宾 疫苗有望在本周或下周运抵 我愿意表达首席的感谢 我愿意表达首席的感谢 我愿意表达首席的感谢